事情发生在杭州龙湖金地博瑞岳福小区 话信者说 10月22号凌晨5点 他跟女朋友吵了起来 女朋友把几袋东西扔到了门外 野兽派的永生花 还有适当养的肥皂 然后一些吃的什么的 然后他让我把东西拿走 这是你买给他的礼物 对 因为在哄他 然后就没 先没拿进来 哄了半个小时 然后大家都累了 太困了 就睡着了 我说这么晚了 一晚上都没睡觉 你就沙发先休息 然后可能休息休息 睡着了嘛 下午两点下 我看到东西没了 然后我就联系 他们这边的负责人 就是管家 然后两点 我给他打过电话 他说他去调查 等到当天下午四点 话信者说管家没有回复 他就下楼去找物业 碰到了一位保洁阿姨 我就说 是不是你把我们417门口的那些东西清掉了 他说是的 然后我就让他 清到了哪里 清到了垃圾箱 就到垃圾房了 然后说垃圾房每天 就是上午有10点多 就会把所有垃圾都清除掉 然后就说肯定找不到了 华先生告诉记者 被丢掉的物品里 价格最高的是他花了2980元 从商场买来的永生花 他希望物业赔偿 当时还报了警 但没有谈好 就先回来了 我在楼下 楼下就是正队的那个 就是鞋队垃圾房 然后在7点50左右 看到物业主管拿了类似我们袋子的东西进去 然后我刚想过去看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跟 他就自己跑过来跟我说东西找到了 然后回房间后我们就看这个东西坏掉了 永生花坏掉了 因为永生花是不能沾水的 垃圾箱里有水 有臭水 然后就 这个永生花就坏掉了 华先生说 永生花经过脱水 脱色 烘干染色等工序制成 本来能保存三到五年 现在被损坏了 门店修复要1300块钱 而我们跟他商业的就是 责任一人一半 我们出一半 他们出一半钱 然后他们不肯赔 就说这是工区卫生 然后他们是一定会清洁的 但当时因为那个东西 我觉得正常人就不会把这种收走 因为那个袋子里是一个精美的礼盒 上面有盖子 那个宝洁阿姨自己讲的也是 我把东西拿出来看过 她就说我觉得他们不要 我就扔掉了 采访时 记得正好在楼道里碰到了那位宝洁阿姨 她说自己来小区几个月了 当时来房间门口清理垃圾 门一侧的袋子里是个吃剩的蛋糕 另一侧就是华先生所说的这个袋子 我年来没开 我都等到那是 我看过来 你这接控咋一下 那是不是透明的盒子 你会看不到 那我不跟你说 你谁好 你不要跟我说 你出了责任 你不负责 你不跟我说想跑是吧 你想跑路是吧 你没那么出话跟我说 你不想干了 你就是不陪 我们程序不要紧 那天那个中文的袋子 你眼睛没啥 你眼睛没啥 我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哪 你现在又跑是吧 宝洁阿姨转身走开了 华先生和女朋友追了过去 拦住了阿姨 我们怎么封锁了 不要喊 你不要走 不要喊 我们怎么封锁了 你会不会好好解决问题 大家有话好好说 要我领导来解决问题 要我领导来解决问题 那天也是 你自己干的 你让你领导来解决 我用领导来弄的 我领导叫我解的 是你人的东西 你要领导来 你自己人在场吧 我跟你讲 好几天了 我连叫都睡不好 你回家吃饭 你把我东西扔掉 我们的东西被丢了 我们等着你过来 等到晚上八点钟 人呢 你下班了 保洁阿姨告诉记者 这件事后续是领导在对接 她和同事来楼道清理垃圾 一般看到门口放着的 就认为是不要的 咱们要么有个小的票子 咱们肯定是快点 要吃的东西 咱们我们肯定放走 不动呗 就这个意思 平时我们是一天来清理几次 那你这四趟清了 四次了 包上包下包上包下 都几点过来清 他叫你十楼站 十楼去清 他叫你九楼站 九楼去清 他现在叫我四楼来搜 门口垃圾 404 叫我四楼来搜 跟我四楼来搜 我们是没有固定时间的 是吧 乱搜的了 他哪里有垃圾 就到哪里来搜了 你知不知道 他们会定期清理 那个门口的垃圾 我不知道 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 每个小区楼下 都有自己的垃圾桶 垃圾扔的地方 我都是自己下去扔的 华行政说 这个永生花 用透明盒子装着 放在品牌的纸袋里 怎么看也不会是垃圾 物业的处理态度 很不积极 所以他跟女朋友 才会这么生气 物业一位域主管说 楼道的监控 不方便在镜头前展示 当天 接到华先生的反应后 他们去查过 阿姨是在上午8点20分左右 来楼道清理垃圾的 当时直接把袋子 堆在一起 放进了桶里 没有看是什么物品 后来推到了楼下的垃圾房 保洁主管之后 在垃圾房里 找到了华先生所说的袋子 按照我们 从我们这个角度 其实我们保洁阿姨的话 是基本上算是没有责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放在公共区域了 我们保洁每天收垃圾 这个是常态工作 对吧 然后你上面 也没有给到一个提醒 说这个东西 我暂时放在这里的 或者说 这个贵重物品 请勿动用这种 也没有提醒 我们正常收嘛 华先生说 维修永生花的费用 她和女朋友 愿意承担一半 已经做了让步 双方最后表示 可以到派出所 再协商一次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勿订阅 Ε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